一之二,App Inventor的开发环境的设定 那首先呢,App Inventor 2是使用网页的方式进行编辑 所以连接到这个网址就可以来做编辑 好,那不过你要先有个Google账号哦 因为这是Google开发的 那使用Google账号登录的时候呢 才能够建置自己的APP 那不过这边我们先跟各位同学讲 你的电脑教室或家里的电脑 必须先安装其他的程式 比如说要先安装AI Starter 那这个呢,可以让你的电脑模拟手机执行的状况 首先呢,请同学连接到这个地方 去下载这个AI Starter的模拟器 那么下载完以后呢 同学看到这个MIT App Inventor 2,对不对 同学参考书本的那个一字三页哦 来,我们按两下进行做安装 再点选执行 好,再点选下一步 同意,下一步 好,下一步 Next,做安装 那装起来以后呢 它就会立即启动 这时候呢,你的电脑才能够模拟在手机的执行 也就是说,你没有Android手机 也可以来做,你看,开车执行哦 好,Finish 启动起来以后呢,目前呢,它就出现这个黑黑的画面 表示这个AI Starter已经执行的 那就完成了我们环境的一个部署的工作 那接着呢,请你启动手机去点选这个Play商店 对不对 那按两下的时候呢 好,这时候去打什么呢 去打MIT 然后呢,AI Companion AI2的Company这个程式 进去搜寻这个 那再请你做安装 好,那注意哦 我们装的是2.0的版本 虽然你要装AI2Company哦 这请同学手机去执行这个程式去安装 那这个呢 如果你有Android手机的时候呢 你的手机装起来 那其实在手机上预览结果是比较快 那当然我们刚刚前面不是有安装模拟程式吗 那就是如果没有程式 你也可以来执行 从电脑来看效果 那装起来的时候 那这边要提醒同学千万不要装作哦 好,我们装是AI Companion2 那这是1.0的 好,那接下来装起来以后呢 我们环境的大概是第一个 起来以后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执行画面 那AI Companion执行起来呢 安装完在你的手机上这样,对不对 去点选它,启动它的时候呢 到时候呢,它就用QR Code来进行连结的工作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流程 如果进到App Inventor 2网站呢 第一个,要登录Google的账号 那进到App Inventor 2网站,点选Create 设定中文版,再来建立新专案 好,这个流程我们示范给一次给同学看 那我们启动我们Chrome浏览器 那网址在什么地方呢 好,请同学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App Inventor 2.mit.edu 按Enter进来 那第一件事情,再提醒同学 要先登录Google的账号 好,再进到这个网址来 那点选右上角的Create App 就进到这里来 那当然同学下次可以直接打 AI2.App Inventor 2.mit.edu 就进到这里来 那进来以后呢 接下来动作点选English 把它改成什么呢 繁体中文就变成了中文版了 好,那到这个地方来以后呢 那同学看到 这边好多的呗 那是因为我做了很多 才会有很多 一开始当然你这边是空的 那顺便这边再提醒同学哦 你在登录的画面 也可能会看到这个哦 第一次登录以后呢 当你输入Gmail账号的时候呢 它会要求你允许 好,请你把它打勾 那30 这个 就会再有这个讯息了 好,允许30天启动 对不对 那接下来点右上角的启动 变成繁体中文版 这个是在提醒同学 我们刚刚在做动作 第一次登录的时候 会有一个Google的允许画面 好,接下来我们点准哪里呢 点准专案的地方 我的专案在这里 对不对 那专案之后我们点准哪一个呢 新建专案 好,给它个名称 譬如说就叫 First App 好,加个编号好了 因为之前我讲太多了 那这个注意哦 名称不能使用中文跟特殊符号 好,我们按确定 就新建一个First App的一个专案名称 那这个专案名称就显示在左上角 那就可以开始进行编辑的工作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好,书本的一之二之事 操作界面的介绍 那首先呢 在左边这边是专案管理名称叫 First App 2 有没有 那这是专案的管理 你所有的作品都可以在这里叫做专案 那把别人的作品叫进来观看 叫做汇入专案 那也可以把它输出哦 存在随身碟跟别人分享 那这个是连线 有三种的连线方式 AI Companion模拟器 我们后面介绍 做完以后呢 透过打包变成APP 就可以进行安装了 那这个呢 就help的求助 对不对 那左边这个是原件面板 这里有很多 使用者界面 界面布局 这个多媒体 那这展开来 感测器 社交应用这等等所有类别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手机 那把你要使用到的元件 拉到这个版面来 那拉到来 拉进来 同学看一下哦 这边是元件清单 就出现了 好 我这边加了一个按钮 那怎么去排 所有设定呢 在这里 那这个按钮的元件属性 在这边做设定 这是基本的 那在我们书本的 一至二次事业 有说明 请同学参照来说明 接下来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 好 再拉一个 对不对 目前我这个专案里面呢 有一个按钮 一个文字 那请同学切换到这里来哦 这里是App Inventor里面的另外一个界面叫 城市设计 好 这就是我们设计城市的地方 好 这边有内建方块 有没有 那这是 在这个我们作品里面的screenboard里面有两个元件 一个按钮1 一个文字方块 当你点选按钮1的时候呢 它的所有的按钮的组合方块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说堆积木来写城市 就可以来做 比如说当点选了以后呢 好 文字 我点文字方块 里面的文字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在玩积木的组合游戏 好 设定里面的文字内容 再切换到文字地方 给它内容 来选轴 你要给它什么字呢 当我点选按钮的时候 里面出现 大家好 好 那这是我们城市嘛 对不对 当我点选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将文字方块里面的文字 变成大家好 好 我们再回到外观编排 也就是当我点选这个按钮 里面出现大家好 那这个呢 这个城市设计的界面说明 在我们书本的一支九页 这边也有 我们针对每个地方 做详细的说明 再请同学参考看看